這些是甚麼? 煮四隻 給我幾隻更漂亮 唯一大塊愛草在這裡 好,謝謝 幫我解決它 好,謝謝 它煮乾淨了 所以我回去什麼都不用煮 你們買也要叫它煮完 我是越煮越好,大家好 好,剛剛在家市又見到 可以去買海鮮 原貝也蠻大隻的 很大隻 這些真是很厲害 今時今日大約二十元 大約 是值得吃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蒜蓉粉絲蒸原貝 你也知道我現在很流行 蒜蓉是懶惰 但如果這樣蒸這些 最好就是用生蒜 自己剁碎它 因為我要蘸油 煮它更香 因為這些算不定有油分 做不到這個效果 所以要自己做 很簡單 馬上做給大家看 當然要浸一浸軟 粉絲先 如果四隻一炸就夠了 我們回來 它現在和我處理了 剛才你見到賣魚屋的姐姐 和我做得很乾淨 裙背都和我洗完 做了一些腸 但如果你不懂得和它溝通 它可能就這樣 整隻給你的 我們回來 首先 它是黏住了 整隻 看到嗎 我們要先蓋上去 因為我們要清洗 蓋子 放些粉絲 慢慢貼著蓋子 慢慢剷一隻 原貝出來 買這些原貝有少許技巧 你給它選四隻 你選八十 你就要馬上跟它說 你是否幫我處理了 因為我不懂 這樣 做生意 當然是 如果不是 你不要便死 假定你如果 一開波 就跟它說 喂 你會不會和它做完 它就 它當然說 會 不過呢 價錢 你打大5% 10% 變成90元 都未頂的 因為它要和你處理 等它先說了價錢 跟著 就要告訴它 你是不是和我處理 那當然就是 因為已經說了價錢 不是說 處理加10元 即是說 這些技巧上 告訴大家 每一隻都是這樣 把它切開 先把它切開 分開了 我們要清潔一下 它和我處理好 這些裙邊 我們逐條逐條洗一洗 裙邊洗好 現在輪到我們洗完背了 你看到這些 骯髒的 不要擦爛 這一塊 這塊很好吃 對 你要拔到就拔 其實很乾淨 這些都可以 不是太介意 做到就做 拔了它 不要緊 吃這些好 吃那些雪 說真的 洗乾淨 它不斷就行了 每隻都是這樣洗 原背都洗乾淨 輪到洗個殼 那個殼 為什麼要洗呢 因為我們要放些粉絲上去 所以都不斷清潔一下 用一個鋼絲刷 其實上面就不用太誇張 這些都不太誇張 它不斷清潔 不斷清潔 過得人過的自己 就要帶動蒜蓉味 少許就可以了 味何來呀 有些人會加鹽的 當然不會 為什麼呢 海鮮千萬不要加鹽 豉油呀 老抽那些就不要了 因為浪費氣 加雞粉 雞粉就可以 我沒有雞粉 我就加這個鮑魚汁 不用太多 夠了 其實等於少許鹹味 那些油滾呢 我就拿過來了 現在就這樣蘸下去了 哇 這些蒜蓉 這樣情況下少許生粉 要少許 不要多 一點點就可以了 看看有多少 一點點 這裡大約是八分之一 落少許下去 一尾攪勻 馬上做這個圓背 現在浸了些粉 先剪一剪碎 因為太大條 很難 放下去 不要緊 因為我們一口就吃了 開始 分配好了 很簡單 將這些 原配 放回那些鱑鱔 每一隻 不用太多 少許就可以了 倒一倒下去就可以了 打算你一口粉絲 一口原配 太多都不好吃 夠就算了 OK OK 這個時間 剛才那些裙邊 你就分回去 吃得 如果它和你洗得這麼乾淨 你就 覺得它是很好 每一個 應該有兩條 每一道 放一隻 多漂亮 真是值得吃的 OK 放好之後 剛才的蒜蓉 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這裡 我媽媽不是很吃辣椒 所以我先放了兩隻不辣椒 我就辣了 我當然 別開玩笑 我當然 拌勻辣椒 對不對 本來 告訴大家 一人一隻 誰知道他們打回來 說不回來吃 那就一人兩隻 這些就是 放兩粒 一粒半粒 不怕的 香一點 你不要那麼多 OK OK 煮滾鍋水 這樣蒸 五分鐘就好了 不要蒸太久 好 五分鐘就可以了 好 OK 五分鐘了 我們可以看看 打開 嘩 好棒 再蒸下去 又是粟水的了 喂 滑雪雪的 你看這些辣椒 嘩 是不是 希望大家 例如 挨近年尾 就可以這些簡單單單 看不見 這隻油雞 我都可以做到有啫喱 看不見 這些是啫喱 看不見 嘩 多漂亮 買一隻雞 嘩 三黃雞 五十九九 每次都便宜一點 這隻油雞 這些白色的不好 好 這隻夠黃 這隻 叫我來做冰鎮豉油雞 我是二主員好 大家好 剛剛又見到我去超市買雞 現在過時過節的時分 這些雞就比較便宜一點 五十九九 好像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我都不斷選擇 這隻都是黃油的 黃色的皮 千萬不要選擇 白色的 這些皮都可以 剛剛出的 明天就做節 那我今天買一隻雞 哇 明天做節 你今天買一隻雞 幹什麼 其實明天我做很多菜 我怕搞不好 明天六七個人吃飯 那我現在要做定 可以做定 就做定 不如我今天做 電飯煲 豉油雞 電飯煲 雞 我做過很多 這個 電飯煲的鮑魚汁雞 豉油雞 有拍過 這個玫瑰露 很好吃 現在用電飯煲 做就方便 一點 好了 一路做一個講 將雞 開了之後 先用鹽 因為要去去 雪味 腥味 不是鹽水 是鹽 我也是用 一些 豉油雞汁 以前的豉油雞汁 有大支 還要加菜 750克 但現在近兩年 大約四百克 什麼牌子都好 而且 我感覺到 味道跟以前不同 其實裡面的成分 已經有齊 八角 花椒 桂皮 香葉 但 不夠味 一支 就不夠味 兩支 其實不一定要 雞汁 什麼瑞士汁 什麼汁物汁 都可以的 不過你自己喜歡 我們今次用電飯煲 做 就要再攪拌 一支 這個醬汁 我們要混合兩支水 其實 你已經說不夠味 那怎麼辦 我們會混合少少東西 一支 一支 醬汁 混合兩支水 我們混合一個湯匙 老抽 否則它沒有色 陰公 已經不同 OK 除了顏色之外 還有味 味 我們都是用生抽 本身是豉油 不重要的 放生抽 都是一個湯匙 已經充滿鹹味 這些醬汁 充滿鹹味 那怎麼辦 如果你有片糖 就放片糖 如果沒有的 我有椰糖 我就更加高級 放椰糖 甚至乎沒有的 放冰糖 兩粒大的 差不多 因為沒有甜味的 豉油雞 不好吃 要告訴大家 豉油雞 其實就是吃它的甜味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好了 煮滾了 再跟大家說一下 找鹽拿了 十分鐘 沖乾淨 先沖乾淨 先沖乾淨 因為現在的腥味 雪味 就跟著它走 沖乾淨 沖乾淨 好了 豉油雞汁 加了很多香料 沖乾淨 開始沖乾淨 這隻雞 這是我現在 基本上 就這樣浸去的 因為下了雞 它就會 涼 水 所以現在 就由它正常 煮飯 先煮 先沖乾淨 電飯煲力 就不夠 就適合浸雞 這樣說 還好 用火 但是電飯煲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如果你不斷煮它 你不斷煮它 你不斷煮它 它會滾蛇的 你記住 好 現在我們就這樣蓋 蓋 關掉火 好 停了電飯煲去 由它這樣 先烤焗它 先烤焗它 半個小時 讓它煮入味 這樣雞不會熟的 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些火力 是不會煮熟的 只是慢火 先浸入味 讓它先浸入味 豉油雞 已經關了火 半個小時 其實它已經入味 你看這隻雞 這樣很簡單 但是肉還是生的 因為如果一路開火 就煮熟 現在只是入味 我要反轉它 它的底部 你看 因為你要兩邊 很多時候浸熟雞 都不像外面人家的店 扔下去 一個烤 一個烤 浸十隻八隻 我們不可以的 這樣情況 現在我們正常開火 正常開火 正常煮飯 但有一個竅門 就是千萬不要蓋 蓋蓋 蓋蓋就會滾 明白嗎 現在我們的目的 就是將它 滾起了 就已經可以關火 放涼 豉油雞汁 再次滾起了 再次滾起 即是代表 這隻豉油雞 已經熟了 因為同步 那些味道也進入了 OK 現在這樣就可以 關火 來 關火 關火 好 關火 好 現在有它攤凍 攤凍了之後 我放進雪櫃 攤凍了 放進雪櫃 嘩 這是油雞 就放進雪櫃一晚 嘩 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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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現在趕著要煮飯 今天就煮很多菜 其實冰鎮雞就最好吃 切雞可以做到 但是這個豉油雞 用這個方法做 沒有所謂 不過要先放進去 小心點 不要弄爛雞 現在這樣 OK 先放好一點 底糕就沒有了 非常之好 把雞腳拿出來 這個顏色就好看 先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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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一下 不要太冷 我就馬上斬了 不要太脹脹 太脹脹脹很痛苦 做人 嘩 正 好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的 海鮮豆腐筋 一家人晚上回來吃飯 都要滾個湯水 或者滾個湯羹 和大家開飯路 這個海鮮豆腐筋 就非常之簡單 所謂海鮮 都是不外乎蝦 帶子 這些蜆肉 其實什麼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因為這些容易買到 何時想吃就何時做 就像今天一樣 他們突然說回來吃飯 即時就在雪櫃找到 這些雪蝦 帶子 帶子粒 和這些蜆肉 那現在就首先 馬上要先解凍 你看 多快 四粒可以了 我們每人想著 都是一碗 開飯路而已 青豆都要解凍 加兩隻蛋白 我一向做湯羹 都是用生粉的 不過想起媽媽 以前做湯羹 都是加馬蹄粉的 我今天買了一包 這些馬蹄粉大部份都是做馬蹄膏 但是原來做湯羹 這些做出來就滑很多 很多牌子的 最重要是買廣州拌糖的 250克 這裏是27.5克的 今天用這個馬蹄粉做湯羹 很好吃 雞蛋我只要去蛋白 隔了蛋白 蛋黃怎樣做 不要緊 我待會要來炒一碗黃金炒飯 豆腐買了回來 當然是現在處理去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豆腐羹 甚至乎整塊放進鍋裡煮都可以 做好一點就切絲 入口就滑滑滑 轉頭就可以做這個豆腐羹 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麵 你們一般可以用生粉 這些馬蹄粉是粗粒一點的 馬蹄粉和生粉相差十倍的價錢 放一殼都可以 一殼多一點 放少許糖 因為有少許甜味 味何來呢 很多時候都放鹽都可以 或者雞粉 我這次都用鮑魚汁 我喜歡吃開那種味 全部的味道 我們待會一人一碗 那就足夠了 待會開水打入蜆 待會再跟大家說 帶子啊蝦啊蜆肉啊 隔了水 我們沖沖 青豆倒在裡也無所謂 沖沖沖洗乾淨 做這些羹 我們都要拖一拖水 拖水有幾種方法 我醃都不醃 我們放下去 用一些滾水 用滾水 拖拖就可以了 全滾水拖拖 不會太熟 什麼腥味都走光 鮮味保留 馬上就做豆腐羹了 海鮮豆腐羹 我預料每人一碗 放四碗水就可以了 煮滾了之後 首先放豆腐 切了豆腐 慢慢放下去就可以了 讓它滾一滾 將人滾起的時候 剛才的馬蹄芡 我放了鮑魚汁和糖 要攪勻 第一個程序就是放豆腐 第二個程序就是放芡 那些海鮮不用放 慢慢放芡 攪勻 讓它慢慢埋起 先放芡 煮滾了 這些馬蹄粉 特別是滑溜一點 還有那些芡 就好一點 好過生粉 十倍的價錢 當然有它的可取之度 第三個程序就是 放蛋白 還未有齊 放一放蛋白 用小火慢慢 一邊放一邊攪拌 攪拌到它有些蛋白的感覺就可以 OK OK 現在你看到它這樣 我們剛才 最後就是這些 海鮮 拖過水 因為不煮得太久 OK 等它煮一煮就可以了 米帶子很快熟 你一看就知道了 你看 煮得太久就沒東西吃了 好了 滾了 現在可以上了 在這裡上了 不要太煩了 OK 這個就可以即時 哇 真棒 好 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海鮮豆腐羹出來了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胡椒豬排骨枝竹湯 回給大家看看 哇 喂 OK 哇 不過它們喜歡喝湯 應該多一點 湯就好一點 很簡單 下次再見